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暖心的狗狗 64岁的玻璃是美国的一位农场主人 随着自己的孩子一个个长大后离开了农场 现在农场的家里只有她和跟随自己多年的爱犬凯西 爸 你真的不和我一起走吗 你赶快回去吧 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 再说了 要是我走了 那农场可就没有人照顾了 可是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也实在让人放心不下呀 你就放心好了 不是还有凯西陪着我吗 你看吧 凯西都说了 她会照顾我的 唉 老爸 凯西怎么能照顾你呢 她只是一只狗啊 凯西很通人性的 儿子 你就放心好了 我不会有事的 万一有什么情况 我一定会给你打电话的 好吧 有什么事情你一定要打电话给我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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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吧 我知道的 天气越来越冷了 寒冷的冬天到了 不过 有凯西的陪伴 玻璃也并没有感到孤单 凯西 你看 那时候你还是个小不点呢 转眼间你就长这么大了 现在我可再也抱不动你了 哈哈哈哈 凯西 你还记得吗 你可是农场里最受欢迎的动物了 尤其是小孩子 他们都好喜欢你呢 你知道吗 你是最漂亮的 凯西 那一次你大病了一场 就连医生都说你无药可救了 当时我好怕 我好害怕失去你的 我不相信你真的无药可救 于是便用尽了各种办法 让你的身体恢复健康 谢天谢地 后来你终于康复了 凯西 你知道 当我看到你恢复健康后 心里有多高兴吗 凯西 谢谢你这些年的陪伴 哎呀 我这是怎么了 好了 我们不说这些了 想想些开心的好了 哦 屋子里的柴火快烧没了 我要出去拿一点木材 凯西 我出去一下就能把木材拿回来 不必穿外套的 屋外的温度只有零下四度 天上依旧飘着雪花 而地面上也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层 呃 外面可真冷啊 呃 在手里动弹不得 好痛啊 我的脖子 哎呦 我的腰怎么不能动了 哎呦 救命啊 救命啊 快来救救我啊 我动不了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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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救救我 凯西 别白费力气了 对不起 凯西 我想我以后 再也不能陪伴在你身边了 你帮不了我的 而我 应该会被冻死在这里 谢谢你 谢谢你凯西 凯西 别冷费体力了 时间已经很晚了 而且邻居隔着我们又远 他们是听不到的 凯西从晚上叫到了白天 她一直在高声狂吠 一直希望有人能来帮忙 而她的主人玻璃的体温越来越低 夜市也渐渐变得模糊 凯西似乎知道在冰雪中的人们 一旦昏睡过去 就很可能再也无法醒来 于是便在吠觉地间隙 用舌头舔主人的脸 用爪子拍她 轻轻地咬她 努力让主人一直保持清醒 这是哪里的狗啊 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叫个不停 到现在已经有二十个小时了 真是太烦人了 是啊 你听 它的叫声似乎非常急切 而且听起来比昨天晚上更加凄凉了 嗯 好像真的是这样子啊 该不会是这只狗狗 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我们去查看一下吧 嗯 我们是应该出去看看 否则她在这么叫一晚上的话 实在太吵了 麦克你听 叫声好像是从玻璃家那里传来的 没错 的确是从玻璃家传来的 难道这是玻璃的爱犬 凯西的叫声 真是奇怪 凯西从来没这么大吼大叫过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玻璃遇到了什么麻烦 啊 有可能 我们快去看看 这对邻居夫妇很快便赶到了玻璃家 当他们来到玻璃家门口后 夜夜便看到了躺在雪中的玻璃 和趴在她身上不停吠叫着的凯西 啊 天啊 玻璃 你快醒醒啊 她已经昏迷不醒了 要赶快叫救护车来 对 我这就打电话 叫救护车 玻璃被赶来的救护车送去了医院 在短暂的治疗后 她很快便恢复了意识 这可真是个奇迹啊 你竟然只穿了一件睡衣 在那么寒冷的室外 待了整整二十个小时 还可以听到现在没有被冻死 真是太神奇了 多亏我的邻居发现了我 否则我很可能会死在那里的 不 玻璃 你应该感谢凯西 如果没有她趴在你身上 给你保持温暖 你哪里能坚持这么久啊 是的 要感谢的是凯西 不是我们的 是啊 在户外躺了整整二十个小时 你身上竟然没有任何冻伤的痕迹 玻璃 是你的爱犬 给了你足够的温暖 它不止温暖了你的身体 还温暖了你的心 嗯 凯西 谢谢你 谢谢你救了我 救护老牛 免灾难 在一个村庄里 有一户姓刘的人家 他们一家人都非常善良 不管是谁家遇到困难 他们都会出手相助 刘大哥 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 嗨 都邻居的 不用这么客气了 以后家里要是有什么困难 就跟我说下 我可以帮忙的 就一定会帮你的 刘大哥的心肠真好啊 怎么 今天刘大哥 去帮你收麦子了吗 是啊 他听说我的胳膊 前几天受伤了 就主动帮我收麦子 反倒是自家的麦子 都还没有处理 就来先帮我的 所以我很感谢他的 他真是一位好人啊 是啊 我们这附近 谁不知道刘大哥的为人 谁家有困难 他都会出手帮忙的 嗯 阿智 你说得很对的 能认识刘大哥这样的人 真是我们的福气啊 是啊 别说我们了 刘大哥就是对待自己家里的牲畜 都非常好 你看他家里的那头牛 刘大哥对待他可像自己的儿子呢 刘大哥家里的这头大黄牛 已经养了很多年了 刘大哥对他非常好 每天都会亲自割一些新鲜的青草 来喂他 这头大黄牛的力气也非常大 这些年来 这些年来替刘大哥干了不少农活 小刘 你一大清早的又要出去割草啊 啊 是啊 这几天收麦子 我家大黄牛磕出了不少力 我要给他准备一些可口的早饭啊 你天天这么早起去割草多麻烦啊 不如索性多割点放在家里 让他吃上几天就好了 好 那不行的 要知道只有早晨沾了露水的青草 才是牛儿最喜欢吃的 要是割回来放上一天 这些青草可就不新鲜了 哈哈 你对你家的这头大黄牛可真好啊 哈哈 这头大黄牛啊 是我从小养大的 它为我们家出了不少力 我对待它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 对自己的家人怎么能不好呢 嗯 你说得很对的 今天割的草够了 要赶快回去 我想大黄牛一定饿了 伙计 怎么样 味道不错吧 哈哈哈哈 刘大哥对这头大黄牛非常照顾 经常也让自己的儿子牵着大黄牛到野外吃新鲜的嫩草 哎 小青啊 今天天气很好 你带着大黄牛到外面吃点草吧 爸 我正在看电视呢 家里又不是没有草料 用草料喂它不就好了吗 我们家的草料都是去年的 今年青草刚刚长出来 又鲜又嫩 大黄牛喜欢吃呢 好的 那等我看完这一集电视剧 我再带它去吃吧 小青 你饿了的时候 就知道马上吃东西 难道牛就能挨饿吗 快去 好好 我这就带它出去吃草 然而 刘大哥的儿子一直想早早回家看电视 在外面没待多久 他便要牵着大黄牛回家 你就不能吃快点吗 干嘛吃得这么慢吞吞啊 你吃得这么慢 要吃到什么时候啊 等你吃完了 电视剧也演完了 好了 好了 今天你就吃这些吧 走 我们回家吧 不准吃了 我们回家 嘿 你现在不听我的话啊 看来我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是不会听话的 小青随手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 狠狠地朝大黄牛身上打去 大黄牛痛得猫猫叫 快跟我走 快跟我走 不准吃了 这时候 要去田里干活的刘大哥刚好从这里经过 他听到自己的儿子 他听到自己的儿子正在鞭打大黄牛 快跟我回家 听到没有 啊 小青 你在干什么 爸 我要带他回家 可是他却一直不走 一点都不听话 你才刚出来没有多久 就要回去了 这么短的时间 大黄牛哪能吃得饱啊 他没吃饱 怎么可能跟着你回去呢 要知道 这头大黄牛 从小陪伴你一起长大 你们应该像兄弟一样相处 你怎么能出手打他呢 哼 他只是一头牛 家畜而已 怎么能像兄弟一样相处呢